哈喽 又到了每周三晚上八點的三八友春 由阿春老師盧春雄 跟大家聊珠寶說珠寶 我是盧春雄 那我们这一个系列呢 是纪念珠寶艺术大师的讲座 我们针对过往 我们认为在地球上 曾经发生过最伟大的珠寶艺术家 主一的为大家介绍 那上一周呢 我们以法贝勒先生为题 那介绍了一系列的 他的彩蛋的一个作品 那由于他做的数量太大 我就分成了上下两集 那我们尽快的回顾一下 法贝勒的一些基本的资料 他在1846年出生 1920年往生 全名叫做彼得卡尔法贝勒 因为上一周曾经有介绍过 所以我这一个部分稍微快速带过 帮大家复习一下 所以呢在2012年5月30号的时候 也就是他166岁生日 Google 特别为他做了一个Google的涂鸦 他是出生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 那生平呢 父亲也是一个珠宝商 所以自幼在这种环境而入木了 曾经留学德国 意大利 法国 英国 学会了很多知识跟那个养成了那个非凡的艺术眼光 1872年的时候继承了副业 当时才36岁而已 那其实算很年轻 那就在俄罗斯的一个展览会里面 获得了很高的荣耀 然后被皇家所赏识 那他们家呢 也在圣比 德堡 莫斯科 基辅 伦敦 开有各种不同的门市分布 这是在伦敦的旗舰店 这个资料都算保留的很完整 那他的风格原则上以路易15 路易16 差不多是巴洛克跟法国新古典主义 洛可可之间的一个风格形式 那皇室呢 因为要在复活节的时候 送给皇后一颗珠宝彩蛋作为礼物 挑选法贝勒 作为御用的珠宝商 专职在帮他制造这个彩蛋 那彩蛋有一个很重要的宗教的基础 它是复活节里面使用的礼物 那它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个你必须把它藏起来 让大家去寻找 第二个你找到的时候 那个蛋里面必须隐含着其他的信息 那所以这个隐含着信息 这件事情就成为很重要的彩蛋的一个创作的惊喜 然后我们也来回顾一下俄罗斯帝国领导 那主要这个故事啊 就是发生在亚历山大三世跟尼古拉二世 这两个人身上 那始作俑者 那个创造彩蛋的这一位 是亚历山大三世 因为娶了一个丹麦的皇后 那那个顺应俄罗斯的正东教立法 那那个在复活节的时候 有了这样的一个送彩蛋的动作 然后向那个母亲或者妻子表达自己的爱意 然后这是亚历山大三世的家人 以及他太太 尼古拉二世就站在后面 那尼古拉二世在26岁的时候继位 因为他的父亲在49岁的时候 因为胜病而驾崩 那就算26岁继位 那我有看了末代沙皇这一出联系剧 拍得非常好 其实很考究还蛮值得看的 那说真的尼古拉二世真的是个蠢蛋 那有点可惜 那个他根本不想当皇帝 然后就是也还没有准备好要当皇帝 因为父亲49岁的时候 驾崩其实算很年轻 那结果他就消归潮水的 一成不变的继承了父亲的所有政策 那因此也把复活节送给太太 或者是送给皇太后的这一个习俗 也把他传统也把他流传下来了 就是因为这个蠢决策 所以造成了这个彩蛋的一个延续 那后来很不幸的爆发的十业革命 他们全部就被那个超家灭族了 这个尼古拉二世其实他的那个下场很惨 那个全家被列宁暗杀掉 其实在这个最后是悲剧收场 狡兔死走狗哼 1920年连法贝勒也被迫逃亡 然后最后在路上逝世 然后这是尼古拉二世的全家福 他太太那个两个人夫妻很相爱 然后生了五个小孩 只有一个黄厨毒子 阿列克蟹 那这个黄子也有点惨 就是患了血友病 其实全家都有一点点准备这个黄子 随时要死亡的一种心理建设 好 那再来就是整个彩蛋 那个总共法贝勒总共制作了69枚 那现在保存下来的 比较确定的有根据的 大概只有63枚 据之已经有6枚消失 那这消失的6枚中只有2枚 比较有完整的遗照可以目睹 其他的4枚就是 究竟长怎样 就是真的就是众说纷纭了 那亚历三大三世 跟尼古拉二世 总共做了 做了应该有54枚 加上交付的不到50枚 那留下来的只有46枚 被俄罗斯皇家 也就是俄罗斯官方 现在官方典藏指定列为国宝的 只有30枚 那其中还有被 还有替俄罗斯的一个富商 因为他好像掏金赚了很多钱 这个家族 他跟他订了15枚 结果最后只交给他的7枚 其他则散落世界各大博物馆 或者被私人收藏 那这一位也是俄罗斯的一个富翁 那他一个人就增藏了9枚 你就可以知道 那个赚了很多钱以后 就是竭尽所能的收藏 那由于整个俄罗斯 换取了那种那个爱国情操的一个赶招 所以现在全世界的彩蛋收购 我看就是最大的买家 最重要的买家 应该就是俄罗斯人了 就像那个中国人 希望圆明炎的十二授手 能够把他回归 那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历史背景 民族情节 你看这就是俄罗斯的那个富翁 一个人藏了酒媒 然后这酒媒他们现在也成立了一个博物馆 那个法贝勒博物馆在展示 然后法贝勒集结了各种不同的工艺人才 设计人才 创造了这一些作品 所以他形成整个这一些工艺家 艺术家设计师的一个领导 然后那个他的设计理念经常围绕在家庭关系 将皇宫重要的事件 或者是他们整个王朝重要的里程碑 伟大的事迹成就 把他作为他的表现题材 那法贝勒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 差不多聘请了五百多个工匠 然后他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初 全欧洲质量最严苛的一个工艺代表 那听说他的工作台 有一把那个巨大的锤子文明 如果你做的东西 不服他的意 他就把你砸烂 砸成碎片 然后直接重做 那个根本就是不容许你修改 那沙皇在一九零零年的时候 那个把法贝勒的这个作品 登上了巴黎世界博览会 首次公开亮相的时候 让评审惊讶不已 那因此呢 整个法贝勒的魅力 就开始声名远迫 这个就是前欧洲开始认识他 听说也有很多犹太人在收集他的作品 好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他 那个这是上欧三为大家介绍的那个上集的一个作品 那这是下集的作品 那上集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 去追溯上一集的资料 那下一集 也就是今天 我们再针对下集来做个介绍 那在我介绍这个下集的作品的时候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在看这些作品 需要有带上哪几个观念 第一个 我们要从彩蛋里面 一直去思考 他里面隐藏的惊喜是什么 那这些惊喜是非常奇特的 有一些机械的 有一些会动的 有一些时钟 有一些会 甚至会演奏音乐 那这就是彩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第二个呢 我也要一直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每个蛋的大小 平均尺寸 大概三到六英寸而已 那所以呢 天下武功微快不破 天下公义呢 就是微小不破 所以大家就是要有惊喜 第二个就是 把他一直去思考 他跟真弹 差不多一样大的体积 那也就是在这么小的体积里面 工艺家要把他诠释的 诠释的很完整 那其实那个真的 工艺技术非常了得 另外一件事情 还要再提醒各位 请回到 他的历史 大概就是1900年前后 1900年 也就是20世纪初 19世纪末 的这一个阶段 那那个时候 各方面的工具 技术 恐怕还不是很完善 那他们是如何制造的 就值得我们深刻的认识的 好 那我们延续 下一集第一颗 就是1902年的三月草 的一个彩蛋 那我在收集这些资料的时候 面临了几个状态 第一个 那个有官方资料 第二个有民间资料 不同的人写了一大堆的事情 那由于呢 每一颗蛋 我都不曾亲眼目睹 那因此呢 我只能透过照片去看 去解读 好 再加上呢 自己的书本 应用我的理解的工艺 那技法 以及那个可能的形式 所以呢 我描述的 我就尽量 我的看法 尽量去核对 博物馆的史料 核对书上面的介绍 核对那个民间的说法 以及核对我亲眼睛看到的 这些特征 所以我不敢保证 我交代的都非常的精准 那这一颗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利用了半透明的法廊 然后它做起来像个什么 彩色玻璃 那应用的方法就是 露空的法廊彩工艺 这种又叫做空窗法 在当时它的技术难度是非常高的 那它里面也有镶嵌了不少 玫瑰式车工的钻石 那这一件作品是可以打开的 可是遗憾的地方 里面的惊喜已经消失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弹的接痕 大概在这 大家仔细看一下 大概在顺在这个位置 其实不认真看 还真的不太容易看得出来 因为我有查了很多照片 其实如果盖得好的 这一张是我特地找到 比较明显看得到它的结痕的 这个是比对过的 在当时空窗法廊的做法 因为法廊彩有分为透明跟不透明 然后如果把透明跟不透明混在一起 会变成次透明 所以基本上 那个透明法廊彩的做法 又要做空窗 也就是没有底的 那也就是那个法廊彩 就像一些沙的粉末一样 它融化的时候它自然会干嘛 会掉下去 那你去想一想 那些沙在高温以下 都要到达750度以上才会融化 所以这一枚被世界共认为 在当时的法廊的技术来讲 是一个典范 其实非常不容易形成 然后里面的工艺就是用山叶草去编 所以整个作品其实弹形非常轻盈 这个也是它不容易 而且那个因为第一只有用三根金线 然后去编织 然后做出镂空 所以整个造型结构可想而是算是干嘛 算是比较柔软 甚至很容易毁掉的 可是它却把它那个形成 形成的非常的那个 结构性都做得非常的好 这是这一间作品的一个特色 然后呢 再来就是1903年的这一颗玉弹 不好意思也不见了 那我们唯一能够目睹的就是流传下来的一些史料上面的照片 那很遗憾 那个这上面有了很多那个很多那个雕刻啦 或者是附着的那个我们就只能透过照片来诠释了 然后还有那个法贝勒他们的制造的一个记录清澈里面描述的一个形式 那这是后来仿制出来的 那我就不多加做赘述了 因为资料不完整 那这一颗就有保留下来 在那个美国的维吉尼亚那个博物馆 那这一颗彩蛋就非常的厉害 那它上面刻画的数字有1703年跟1903年 那这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尼古拉二世跟那个彼得大帝 他们分别在那个不同的时代创造了两个建筑物 那1703年那个彼得大帝自己盖了一个小木屋 尼古拉二世则就用他在世的时候有一间叫做东宫 他里面以千房著称你看那个规格多大 去彰显他们不同的一个成就 那也就是拿自己跟自己的祖先做比较 所以你看嘛那个这个图面总共有四幅画 那一幅是那个彼得大帝 另外一幅是尼古拉二世 另外两侧的图画就是那个彼得大帝盖的小木屋 还有那个尼古拉二世他的东宫形成一个对应 那这上面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这上面你仔细看的话 那个上面的文字啦 然后以及图片啦 还有对应的对应的这一些明文 其实都非常细腻 然后我再把图放大 又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那你看嘛这上面的金看起来不太亮 这种叫做流金的处理方法 什么叫流金呢 黄金可以那个融于水银 那那个固体的黄金跟液体的水银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形成像金泥一样的一个物质 像泥巴状的金属一样的泥巴状 然后就可以涂在上面 然后呢又用那个 用那个类似像烤肉的那个木炭啊 或者火啊稍微去把它高温去把它烧一烧 那那个金泥 也就是黄金跟水银混合在一起的那个泥巴状的金泥 那个因为水银啊遇到高温 那个大概高于38度点多 大概他就会人间蒸发就会灰花掉 因为这个是水银的特性 所以就是独留那个黄金在附着在这个物质上面 然后呢你只要那个用玫瑰金 或者是用白K 甚至这里面这个金还有一点绿 我都觉得它有可能是混不同的一个金泥所形成的 这种我们称之为刘金 刘金又叫做火烧金的一式 然后那个上面的芦苇啦 那个蝴蝶结啦 然后各种那个纹路啦层次啦 就交代的刻画的非常细腻 那我势必还要再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它的体积就是3英寸到6英寸这么大而已 然后呢打开整个彩蛋啦 这里面有彼得大帝的一个纪念碑的肖像 那这个肖像也就是在前一年 他们俄罗斯人制作了一尊在一个广场上面 就是赞颂他们的一个彼得大帝 结果呢他在次年就以这一尊肖像做了一个缩形的一个造型 然后成为这个彩蛋里面的惊喜 那这上面还有刻着一个字一样 这上面如果你只是一看的话 这上面还有刻着一些字一样 就是制作的非常的精美 然后呢到了1904年到1905年 他们发生了日俄战争 哇那个皇家那个时候光打这场仗就打得焦头烂额了 所以呢那这两年就没有彩蛋生残了 那这场战争呢后来还好在美国那个总统那个罗斯福的斡旋下 让战事平那个落幕结束掉 不然那个俄罗斯应该会很惨 那这一场战事开始铺现了俄罗斯国力的一个脆弱的一个状态 然后因为他投入战争的很多用的都是一个什么皇家用的正规军 那这场战争也被称之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预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发生于1914年到1918年 因为日本打赢了这场战争 开始慢慢觉得自己的能力就越来越好了 好那那个战争结束以后 1906年法备勒尤其订了这一支天鹅彩蛋 那这个天鹅彩蛋根本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机械缩影 那如何怎么说呢 因为里面这支天鹅基本上已经融入了很多机械的一个功能 然后呢 很惊喜的是如果你把一个那个链子穿到这个天鹅的身体 有一个地方把他挂进去 那个链子在拉动的时候 天鹅就会展翅脖子甚至还会干嘛摆动 这个就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做法 非常厉害已经是一个很微型的那个机器设备 也就是有一些机关啊什么设置在这里面 促进天鹅的一个摆动 这个已经非常做得非常细微了 再来1906年 这一个那个克林姆林宫 他的一个彩蛋 那这一颗彩蛋基本上是建筑物的 跟宗塔教堂 也就是多种建筑物的一种奇幻变体的组合 那你在看嘛 那个他用了很有名的俄罗斯红金制造的底座 俄罗斯红金也就是俗称的玫瑰金 玫瑰金有很多种形式 那俄罗斯有一种他们独特的俄罗斯的一种比例 所以呢他利用这一个利用这一个玫瑰金红金 将四座塔罗组合在一起 更精确的说法是其中有他们俄罗斯两座很重要的 地标的塔罗他把它结合成一个一个基座 然后呢上面的圆顶呢 却有用着一个金贴金整个金顶 那这个在莫斯科我们可以看到 红厂有很多那个建筑物体 对不对类似像洋葱头 因为那边冬天会积雪 所以那个基本上这样的建筑物 比较不会被写那个压附着 那整个金色的圆顶就象征着专制的一个代表 也就是提升上帝跟人类的精神 达到一个理想完美的一个实践 然后呢这一个彩蛋啊 更特别的惊喜是它里面 有一个音乐的机关 那只要钥匙插上去转一转 它就会播放出如那个天使般的旋律 这种天爱之音神经让撒谎沉醉不已 那再来就是爱之杯彩蛋 那爱之杯彩蛋 那个采用的是路易十六的一个风格形式 那比较遗憾的就是里面的一个惊喜 已经不见了 那听说是镶嵌着红宝 还有珍珠玫瑰式车工的钻石 支撑着一幅皇家儿童的一个微型肖像 然后再来就是玫瑰灵格彩蛋 这一枚彩蛋是尼古拉二世送给 他的皇后妻子的 那主要目的是为了庆祝 他的皇子 阿列克谢三岁的生日 那刚刚有跟各位报告过 阿列克谢出生的时候就患有血有病 你就可以想想 全家面对这一个皇子 而且又是毒子 好像可能随时会死亡的一种心理压力 那个压迫感有多大 可惜呢 那个 他里面的这个画像 里面这个 有表现一个阿列克谢的一个画像 成为在这一件作品里面的惊喜 已经不见了 那也不可考了 那在这边我做一个小提示 法贝勒在当时 所使用的绝大多数的碎钻 基本上都是玫瑰式 跟马萨林式的一个侧工 那大克拉树 大克拉树的那个钻石 才有单番 老坑式 还有老欧式 更多的是肖像钻石 那基本上也就是 一面是平的 然后边缘是 边缘是有颗面 中间桌面 Table下去就是一个类似一个项框一样 那那个Ideoca 也就是理想式车工 基本上是在1919年以后 那个考托司机才 那个把它发零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玫瑰 和林格的一个造型 里面是用的内田法郎 还有应该可以这么说 包括是站台法郎 所以下面那个 淡蓝 淡绿色的金属 还有各种不同的质感 也就是那个蛋 不是一个纯粹的树面 然后树枝上面 就是那个内田法郎 透明的内田法郎 去把它制造而成的 那这就是我讲的 那个肖像 这个1907年的这一颗 就是所谓的肖像钻石 这个大家可以睁大眼看一下 挺有趣的 接下来呢 是1908年 这一颗孔雀彩蛋 那这一间作品也非常的出色 它采用的是 路易十五的风格 的形式 然后呢 它用了两片水晶 把它琢磨成蛋 那大家看起来是蓝色的 那要提醒各位 这是可能照片反光的关系 按理来讲水晶是没有蓝色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看另外这照片就懂了 那这间作品呢 是准备送给皇太后的 皇太后下面还有一个皇子 其实如果对俄罗斯比较熟悉的人 都知道俄罗斯东宫 他们有一个国家留下来的建筑物体 里面也有一个孔雀钟 那我想呢 当时这个孔雀钟的 包括这个建筑物体 还有这个孔雀钟 根本都还没有诞生 意思就是这件孔雀的idea 应该不是源自于 东宫的一个创意 反而我觉得 东宫的里面设计的那个孔雀钟 有可能是从法卑勒这一个 作品而来的 那我们来看两片透明的水晶 被磨成蛋体合在一起 当然就是需要一个金属 作为一个扣带 那水瓶放置 那那个很容易的 我们就可以轻易的把这只孔雀拿下来 那令人惊喜的是这只孔雀啊 你只要在上的那个砝码 稍微把它机械把它转一转 这些孔雀就会自动干嘛 转动走动 甚至还不断的干嘛 会有那个开屏跟那个收尾的一个动作 而且整个作品啊 从头到尾不到12公分 非常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那再来就是1908年的亚历三大宫殿 那这一座建筑物是下宫 那也就是尼古拉二世 执政以后主要的基所 意思就是整个皇室啊 基本上都主要住在这边啊 皇帝皇后皇子啊 那个公主啊 基本上都住在这里面 那我们来仔细来看一下啊 这个建筑物体啊 就是非常的不可思议 那这个建筑物里面 藏了阿列克谢的照片啊 刚刚都有跟大家报告过 阿列克谢因为患有些有病啊 那前家人其实就是有点溺爱他 说真的 所以他一直成为 又长得又很漂亮 所以他成为整个家族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那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整个建筑物的特色 那你看嘛 连整个玄关啊 楼顶啊 烟囱啊 回廊啊 雨棚啊 整个中庭啊 花园啊 全部都做得非常栩栩如生 那这是参考实际上的建筑物 也就是这个彩蛋 就是他们家的一个概念 然后外面的那个碧玉 大概只有两米米到那个三米米的一个厚度 一整块碧玉去把它琢磨出来的 我在这一集的介绍里面 我特地一直去放大一些作品 那因为那个缩小看 没有办法很精准的去看到他们的一些 工艺上面的巧妙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希望透过这一些放大的图片 让大家看得更精彩 希望抛砖演绎引起大家的兴趣 喜爱法贝勒的这个位收藏家 克里斯多福啊 他就说了 法贝勒知道生活写照的微型缩影的题材啊 最能够赢得皇家的一个喜爱 所以呢 法贝勒就充分的在掌握了这些元素 再来就是1909年这一颗亚历山大蛋 那那一颗也遗失了 那他是六颗遗失的帝王蛋里面 其中一颗 那还好还有留了一张黑白照 让我们大概可以目睹一下 那从资料里面去读啊 大概在1920年到1930年 其实俄罗斯丢了很多蛋 那听说斯达林卖掉很多颗啊 为了换钱 然后列宁可能甚至还有拿蛋 去当外交的礼物啊什么之类的 那个跟人在谈判 谈什么条件啊 所以就是有点可惜 那我相信他们已经后悔莫及 那1909年这一个彩蛋 也很特别 就是也沿用了水晶去磨成蛋的形式 然后里面放了一艘 他们称之为标准的游艇 那这一艘游艇 是在亚历三大三世的时候委托丹麦 也就是皇后的娘家 去制造的 整艘游艇非常大 那里面那个皇室的基索 庞大的会议室办公室 随行人员还有船员的房间 整艘船可以承载300人 所以又有另外一个说法叫做浮宫 浮在水面上的一个皇宫的一个概念 那你看他的规模多大 而且他们缩小的体积就是做到栩栩如生 那个上面有一些什么大炮 然后轮可以转动的金轮 然后或者是轮舵 那个轮盘 然后什么楼梯 救生艇 甚至细长的毛 锡筋链都还可以拉动 其实很不可思议 在这么小的体积里面去完成 那实际上的一个游艇 全长有116米 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游艇 在实业革命之后 那个皇室灭亡了 这艘游艇也曾经被充当为 那个扫雷舰以及训练海军的一个船 贯穿了很多整个欧洲的水路 那皇帝称它为心爱的游艇 心爱的标志 这艘游艇叫做标志 你就可以知道 当时尼克拉二世 多么喜欢这艘船 那这艘船上面 一定记录了他们全家 在欧洲的水域里面 那个理由 或者是出差的一些照片 或者是一些生活片段 然后再来就是1910年的 亚历山大骑士的彩蛋 那这一颗是一颗 放着一个雕像的一个彩蛋 那整个透明的 那在这里面 一尊围形的雕塑 体现在 本来应该是一个巨大的结构里面 结果他们把它缩小 所以成为整个彩蛋 最重要的一个惊喜 那我们来看一下 里面有亚历山大骑着马 尼古拉二世的父亲 树立在一个清金石上面 那清金石在当时 是被俄罗斯官方所管控的宝石 所以一定要有特殊的政府管道 批准习可才可以使用 那下面用了很多双头鹰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很多双头鹰的 这个皇室的一个造型 镶嵌的很多钻石 做得非常的华丽 顶盖就是用薄金去编织 织成了一张类似像锤帘的一个挂网 然后上面有镶的一个宝石 那薄金在当时 其实珠宝领域还算是一种很稀有的 那使用力很低 因为它的龙点太高了 以前要制造它 薄金的龙点好像1768度的样子 所以在那个年代要制造它 其实不太容易 那事实证明 在现代珠宝首饰里面 薄金的地位非常高 那早在1910年的时候 法贝勒就已经制造了一大堆薄金首饰 那在当时也并没有太多的 被认证规范 不太受橙色检测的一个控制 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它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 做得如何的精美 再来就是1910年的狼柱彩蛋 仔细看一下 这上面有一尊小天使 还是讲丘米特都可以 那法狼弹本身是个转钟 那上面有用钻石相线的阿拉伯数字 然后呢绕了一圈 就刚好一天的时间就过了 整个狼柱的风格 路易十六的风格 然后下面还有四尊小天使 那这四尊小天使尼古拉二世的四个女儿啦 所以他这里面的成员 等于就是他的所有小孩 集结在一起的一个概念 很显然的 整件作品看起来像一个柱子 那上面彩割着一颗粉红色的一个彩蛋 那个半透明状的 做得非常的细致 那再来就是1911年的月桂彩蛋 那这颗彩蛋就偏大了 然后呢特色是上面会有一个树叶 树丛里面藏了一只小鸟可以打开 那时间一到的话 他就会出来摆动唱着歌 让整个作品又加了一些机械装置在这里面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些用软玉雕刻成的树叶 制作得非常的精美 还有一个墨西哥搞马老的 类似像树盆花盆 非常的细致 你看那只小鸟 然后唱完歌以后 盖子又会自己盖起来 所以又好像又躲进去树叢里面 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壮志 再来这一个就是1911年的15周年 纪念彩蛋 那这一颗彩蛋 比较最大的特别 它不做不为惊喜而做 也就是蛋里面完全没有长惊喜 那它是一种纪念性的一个标志 也就是要纪念尼古拉二世登基15周年的整个死机 所以图片上面的惊喜可以说就是它表面的装置 那这里面表面融会了很多的图画 然后也就是尼古拉二世登基的一个场景 那个以及加冕的一个 我的重要的一些照片 包括他前家人 皇帝皇后五个小孩 各个主要的世界 他们建筑物通通纳在整个作品上面 大家可以仔细看得很清楚 那你就可以知道这种微型彩绘 在当时他们画的多么的出色 那在这里面即便一个那么小的体积里面 对人物的描写同样的生动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颗球的那个360度的一个 环冠图图像 你就可以知道这里面的图像 总共被切割成18个部分 那个表现的多么的精致 多么的艺术性 再来就是1912年拿破仑战争的一个纪念 那俄罗斯在拿破仑战争上面取得了胜利 那当然是偶尔要拿出来干嘛 宣扬一下 那这一颗是要送给皇后的 因为在军队里面 这个里面 那个有很多都是皇后为主的一个军团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皇后所领导的军团里面 各种不同的一个 譬如有步兵 骑兵 或者是海军 或者是皇家的卫兵 卫骑什么之类的 也就是这些可能就是 跟皇太后有关指挥的一个部队 所以他就去赞扬他们的一个军力 再来就是1912年 以皇太子阿列克蟹的一个彩蛋 那这一枚彩蛋里面的惊喜 就是皇太子本身的一个照片 其实皇太子几乎大家就认定他蓝桃死去 可是他又干嘛 奇迹般的活了过来 这一个作品的特色就是中间这一个人像 他是两面式的 也就是正面你可以看到他的脸 背面就可以看到他的后脑勺 其实是也是制作的非常的精美 然后这一支双头鹰上面镶嵌着玫瑰式车弓 上面顶着一个皇冠 其实有一点点在为皇太子振卫 有点这个雏巾的一个概念 然后镶嵌在整个基座 镶嵌在一个清净之上 这间作品也在那个维吉尼亚博物馆 维吉尼亚总共藏了五件作品 你看这里面大概他们针对他的不同的体积 做了一个呈现 维吉尼亚博物馆我们可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延伸阅读自己上网 去查一下他的整个馆藏 就是也有很多细部的一个介绍 再来这颗我非常喜欢 那1913年的冬季的一个彩蛋 那这颗彩蛋如何的精美 我必须要好好的说一下 它里面全部用了很多的白金香钻的方式去处理 整件作品大家看它的细节 冰裂开的那个纹路是用那个薄金箱子转 然后花篮上面也是 其实体积非常小 而且都还我从我的monitor里面都还稍微看得到 它旁边有那个滚珠边的做法 那冰柱上面好像也有那个融化的冰水 冰水融化的流逝的一个状态 那个也是用薄金箱子转去代表的 非常非常的杰出 这件作品也是少数保存的非常完整的整个作品 那当时也是花费非常高的 那冬季彩蛋被认为是整个俄罗斯50枚彩蛋里面 最大最耀眼的复活节彩蛋 这一颗也是非常的杰出 法贝勒到后期的作品真的都是做到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 那体验了什么东西 盛世公益的一个见证 所以只有国力鼎盛的时候 像乾隆时期的 那个整个清朝也创作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一个作品 那由金苗鱼转新平 那个在唐英的一个领导下烧出来的 那个很多都是旷世巨作 那这些作品等于也是一个歌功颂德 纪念他们那个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周年的一个历史 那这件作品呢 这个有十八幅家族成员的一个缩影 也就是家族里面的领袖 重要的一些不同时代的继承者 那统统把它描绘在上面 然后呢还用了一个北半球陆地造型的蓝色的钢球 标示着他们的一个领土 那领土呢 我们来看 等一下再来看那个细节 那下面用这双头鹰去拖住这一颗彩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令人惊喜的部分是什么 上面的一个绘画 这些绘画都画得非常的漂亮 栩栩如深 独缺两位皇帝 如果从记载里面 像那个约安皇帝 还有这个彼得三世 这个用整个历史的资料来考究的话 就是缺了这两位皇帝的一个画像 这个是博物馆里面典藏下来的一个史料 那这一个历史 那我特别去看了一下 它应该上面这些雕金的一些作品 是用外附贴上去的 为什么呢 因为底下的白色的法郎 跟这一些金雕的造型 浮雕的这些造型 其实界线非常分明 那如果是用内田法郎 把那个白色的底色的那个法郎填上去的 一边界应该是很模糊的 所以你就要去思考 它是怎么把它做出来的 而且要贴上去还要干嘛 非常的密合 那就是到底是怎么制造的 那个真的是必须要看到成品 才能够说得清楚 所以在这里面我就有一个痛苦 为什么 因为我只能透过网路的资料 然后那个而且网路资料 那个众说分言 那个也有人写的 我根本就是认为它就是个错误 然后再来就是透过自己的认识 透过图片 透过自己对公义工法的理解 那这一颗的惊喜是什么 它就是利用一种视觉实践想象的技法 那怎样呢 它把整个俄罗斯的疆土 也就是一开始 罗曼诺夫统治的领域 这三百年以内 它的疆土从原本很小的一个莫斯科我国 然后已经演变成一个俄罗斯大国的这个领土跨越 整个欧亚的一个疆土的权势 表现出整个帝王皇权的一个象征 势力的一个扩张 那令人惊喜的是什么地方 令人惊喜的 这边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台湾 大家可能没有看得到很清楚 台湾也被标示在这个位置 其实这个上面也有出现很有趣 那那个我们来看一下俄罗斯西伯利亚的疆土里面 横跨了整个欧洲跟亚洲 它做了两次的一个延伸 那用不同的金色去详释 再来就是1914年这个凯撒林大帝的这个彩蛋 那我要请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表面 这边有一个玻璃反光的一个画面 那这个玻璃反光画面就形成了我有很多的疑问 因为很多人说这个是维画 这上面的八幅以艺术跟科学为题的画像是画 那我个人认为比较像是阴雕 那因为我有查到那个这几幅作品 其实是法国雕刻师 它是雕刻师所做的 所以我认为应该不是画 那如果是画的话 刚刚就不会形成一个玻璃反光的表面 应该是干嘛 一个浅浮雕 而且是阴雕的一个做法 所以它的正面触感摸起来是一个平滑的表面 那后面那个底色粉红色 那个才能够很平 单纯的在后面被其他的物质附着在上面 成为那个粉红色的底 上面也用很多流金去装饰 那这里面雕刻了很多图腾 你看嘛 有很多不同的浮雕 这就是有什么乐器科学的 见证了凯撒林大帝 它那个时候的一个高度发展的一个艺术 以及人文思想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上面的这幅画像 还有米粒珠 也有镶嵌在这上面 很细小的米粒珠 总共用了509颗 509颗 那这颗彩蛋里面的特色 是这顶轿子 那这顶轿子还会动 那个转轮再长在轿下 轿子里面乘坐着凯撒林大帝 穿着一个貂皮衣服的一个特征 那整个作品啊 送给皇后的时候 皇后曾经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妹妹 告诉她说 整件作品你把它剪动起来 黑人还会行走 然后她还赞美了法贝勒 真是伟大 整件作品做到的令人 难以置信的美丽跟极好 那这个就是那个皇后 在跟她的妹妹通信的过程中 评价了这一件作品 再来这一枚也是令我哲哲称奇的 它称之为马赛克彩蛋 这一颗现在在英国的百晶汉宫 由伊丽莎白二世所增长 那这一件作品 我们得仔细来看一下 它的idea是从那种刺绣 十字秀累积下来的一个创意 大家注意看 它是一个在光照下面 会出现神奇光辉的一个华丽彩蛋 你看嘛中间有很多漏空 透空的一个部分 它就像在线上面 我们把那个什么色彩的一个线条 好像有点在织布 或者是刺绣的方式 把它缝上去的一个颜色 那其实整个作品 白金作的那个上面的一些镂空 是一个洞一个洞 靠手工慢慢锯下来 然后琢磨出来的 然后再把每一颗宝石 小心翼的切割好吧 把它钳进去 把它镶嵌进去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边缘 都还有镂空的洞 这个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一个 边缘上面都还有这个镂空的洞 那创意就像在线布上 织绣的一种特征 因为一种十字绣的针法工艺 延伸出来的一个设计的创意 非常的了不起 非常的令人嘴嘴的称奇 那里面这一幅肖像画 那个五个人的侧身的一个迭影连续画 应该也是一个阴雕的一个做法 应该也是一个阴雕的做法 所以那个法贝勒也在这件作品里面 埋下了他父亲的名字 那很显然这一年也是他祭奠他父亲 一百周年诞成的一个计面 那去也就是在别人的作品里面 埋下了自己的讯息 那这一件作品呢 也是制造费用也是非常高的 大家就看得到里面 镂空拓饰的一个现象 这个非常杰出的作品 不可示意 然后再来就是 大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爆发于1914年到1918年间 所以呢这一颗1915年的彩蛋 是以红十字 因为战争一爆发 俄罗斯其实有一点点战事吃紧 也意味着俄罗斯杀国皇朝即将灭亡的一个信息 那第一次世界大战又称之为欧战 主战场都在欧洲 所以呢那个打得非常的惨烈 所以呢皇家为了鼓励慰绕军人 甚至这个皇宫也变成了奕院 皇后啦以及她四个女儿啦 也都长得比较大的 投入当护士啦什么 协助照顾这一些受伤 从战场上面受伤的这一些军人 这上面这些文字 其实写着就是什么 没有什么可以比为朋友奉献胜命更伟大的爱的 那这一颗作品主要是送给皇太后的 所以这一年这一年的作品你看吧 这里面总共有八位穿的 类似像那个护士一样的服装 那就是对外等于是一个在宣称后勤部队 那也就这些皇室的女成员 他们也对整个战争也有所贡献 他们都穿着红十字会的制服 再来这一颗是1915年 一样也是以红十字为主的 那一颗就是去交代 他们投入当护士照顾军人 那这一颗比较祈福的一个概念 所以里面就刻着上帝啦 刻着一些神像啦 那描绘着就是希望带来和平 希望等于祈福的一个作用 然后你看吧 这上面这个是三连画的一个造型 设计的也非常比较朴素 那也要精美 然后再来就是1916年了 钻石就更吃紧了 这一颗比较特别的它是做什么 用钢 用钢 那就是比较没有像华丽的钻石 一大堆珍贵的物质做成的产断 那里面这幅维画 奸养皇帝跟皇子投入战场前线 然后参与军队 你看这里面有一个宁古拉二世跟皇子 就是跟一个金官 在看一张地图的一个相貌的一个图像 见证着皇室成员的英勇 直接投入到前线 参与军队穿着金服 所以呢上面有出现了什么 出现了圣乔治 十字勋章以及断代 整个画像上面用这个去肯定 他们皇家没有置身事外的勇敢表现 那充分的捕捉了战争时期的紧张 跟那个情绪 那把它艺术化的表现 比较很特别的 所以一颗子弹 你看四根子弹立起一颗钢弹 那上面的一些家徽 一些皇室的一个徽章 做了就比较素雅的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细节 再来就是1916年的圣乔治勋章 那这一枚勋章 对皇室而言是一种表彰 那他就变得很单纯的 也没有惊喜 然后整个做法变得很朴素 因为战争刺警嘛 所以没有华丽的一个工艺啦 然后什么机械装饰啦 有一方说法是说 战力刺警很多优秀的工匠 也纷纷投入前线参与战争 所以皇家用这么素牙的方式 在表现彩蛋 也象征着整个当时社会物资 经济紧缩的一个现象 然后呢 其实他被称之为圈信的品质 那意思就是整个彩蛋 并没有华丽过度的一个装饰 他等于就是皇帝在向皇太后表明 你的儿孙 他的英勇事迹 所以包括这一个阿列克谢 还有尼古拉二世的画像 他们出现在整个彩蛋上面 作为整个英勇事迹的一个见证 那皇太后收到这一颗彩蛋的时候 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 在前线的儿子 就告诉他了 我吻了你三下 打从心里面的感谢你 你透过法贝勒本人 带来的明信片 还有可爱的彩蛋 令我非常愉快 不能跟你分享这份美丽 实在是太可惜了 那这一枚彩蛋 也是那个 皇太后收到的最后一枚彩蛋了 那之后呢 皇室 根本没有机会在一起 相聚欢度复活节了 所以整个事件 也开始走入一个悲哀了 那1917年 做的这个阿华木彩蛋 其实原本不被证明 因为很多人都说根本不存在 直到1999年的时候 有法贝勒的后代 他发现了 公开证实在1917年 委托的两张原始图样 才见证了 然后又去查了其他的资料 有一位比尔巴欧姆的一个回忆录 曾经写过 1917年 复活节裁断并没有完成 一个不认识的人跟他提议 应该完成两个期 并卖给他 但公司当时并没有接受 这一位好像也是 法贝勒里面的一个工匠 至于这个两个期 说的有点模糊 其实后来有找到一些残见 可是没有办法被证实 非常确定了这一颗阿华木里面的惊喜 是小象 可是不见了 所以也根本不晓得他究竟长怎样 即便有了这个蛋的一个形体 大家也根本没有办法为他证明 是为了皇室而做的 因此他还不能称之为帝王蛋 直到后来法贝勒的后代 1999年的时候 公开的那两张设计图 才出现 才可以被佐证 这个是帝王蛋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一颗呢 就是准备被送给皇后的 阿列克蟹星座的彩蛋 这颗也没有完成 也有点可惜 所以残见 后来也被送到俄罗斯的一个研究部门 不过设计图跟残见对照下来 是可以确定他们的身份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在1922年的时候 法贝勒的首席工匠 有这个人曾经写过一封信 那个描述过这些作品 那他就是一个风起荧涌的一个 云的相貌 上面脱着一颗蓝色的一个蛋 但因为战争而中断 所以很多东西都准备好了 也没有完成 这是比较进照 比较进照 那在1925年的时候 有一个也是法贝勒的后代 那向他们的国家交出了数十件的作品 那其中就是这一件是没有完成的 如果跟各种史料佐证下来 那最后就透过他们这个莫斯科 费斯曼矿物学研究所 去做认定以及修缮 也就是把它补墙上去 然后最后完成的一个形态 大概是这样 那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这边有出现了那个 一个狮子座的一个形象 那那些大科的比较闪耀的 就是用玫瑰车工的方式 去把它表现出来 其实做得非常的精彩 很遗憾 就是在二月的时候 就革命就发生了 那那个很快的三月 法贝勒他们就干嘛 举家逃亡到德国 然后过了几年 法贝勒就往生了 天下公益啊 微小不破 法贝勒的神奇啊 绝不仅于帝王弹 彩弹只是冰山的一角 经证实他在1870年到1917年间 总共大概创造了 20万件左右的精品 那我相信其他的良品美气 同样一样是精彩无比 那我透过这两集彩蛋的介绍 向法贝勒致敬 那为这一位伟大的珠宝工艺家 设计师甚至珠宝商人 那他曾经领导了五百位工匠 一年可以创 而且总共创造 在他的手下 总共创造了二十几万件的 祝福宝琐事 希望能够有朝一日 能够慢慢慢慢的花更长的时间来介绍他 认识他 法贝的作品 那个也曾经有人一度的在束缚笔上面拍卖 哇结果就是成为全世界抢购 典藏的一个对象 甚至俄罗斯也曾经出版过一些他们的一个作品 那个像邮票 把它变成 所以如果你去俄罗斯旅游的时候 可能有机会 就是带了一颗 所以这也是网路上面有很多假蛋 那个也很麻烦 反蛋 像这种你看吧 差多了 跟法贝勒的做法就是差了非常多 那我很幸运 在好几年前 我忘记哪一年了 那个我知道法贝勒他们出的这一支影集 那我就心血来朝那个就是去像 因为一直等他想要在台湾那个上映 结果遗憾台湾并没有上映这部电影 后来那个写了一封信去给他们的公司 没想到他们公司就这么很大方的就寄了这一片光碟给我们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或许上网可以去搜寻看看 或者是从其他的地方可以把这一支影集买下来 那比较难过的是上面没有中译 没有中文翻译 我是台湾珠宝艺术学院的卢春雄 那希望这两集落落灯的那个法贝勒彩蛋的介绍 能够抛砖引玉引起你的兴趣 那我们应用教育的力量 为珠宝行业不同层面的专业人士或者喜爱者 提供更精确的珠宝专业知识跟技术 同时为有潜质的年轻人提供入行的途径 储备就业跟创业的关键要素 以及人际网络跟资源 那我们陆续将我们知道的知识跟技术 透过出版品 透过直播 透过教学分享给大家 那因为我始终相信 拥有专业才能够成就事业 期待您每周三晚上八点 准时订阅我们的三八珠宝直播教室 也希望能够透过我的介绍 引起大家对珠宝工艺 对珠宝专业 对珠宝艺术的一个喜爱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三见